四岁的莱妮,注意到她的父亲昏迷了,于是莱妮把椅子挪到冰箱那里,打开冰箱拿出两块买捞,因为莱妮不能拿刀,于是她就在玩具里找到了一把数量刀, 然后莱妮打开包装,把奶奶围进她父亲马克的嘴里,34岁的马克终于醒来,发现了莱妮的举动,感动得快要哭了,母亲也说,她为孩子感到骄傲,原来马克患有糖尿病,但从来没有和莱妮谈过这件事情,马克患有一瓶糖尿病,每天要服用四次胰岛素,这次没有一点症状的就晕倒了, 那是星期天晚上,母亲有事出门了,当母亲回来的时候,发现孩子和丈夫躺在沙发上,马克看起来好像出了什么问题,所以,我问她到底怎么回事,莱妮转过身,说,我救了我爸爸,马克说这是真的,莱妮说,她之前看到过这种情况, 当父亲晕倒时,母亲就会给她为奶酪,朋友们,你们对这件事怎么看,入图片君来自我